It was an aged care facility that was actually established by a Jewish gentleman 那么他这个犹太人非常聪明 他这个公寓下面设了一个幼稚园 He right next to the aged care facility there was actually a child care facility right next to it 他的规模相当大 大概有四十个单位 四百个单位 那么大多数这个一个单位就是一个老人 也有夫妻两个的 There were more than 400 units in this aged care facility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经 你看就是这些住在里面的老人都来听经 听得都很欢喜 那么他的儿子儿女都上班 那些孙子一辈子就进幼儿园 所以小孙子在商口空隙当中会来看看爷爷奶奶 他还有温情 所以这个是很难得 我那时候就想到 我说二十亿世纪 这个佛教的道场 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就用弥陶村这个构像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宗教团体 也要像汤匙一样要做实验点 实验点 基督教 基督教的文化村 伊斯兰的文化村 佛教文化村 我们就做一个点 这个点做成功之后 可以再联合过 可以利用联合过的这个平台 能够让有媒体 让这个社会大众都知道 那么这个点将来逐渐多了 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真成功了 那么都能够 每个宗教能够互助合作 互相尊重 互相学习 互助合作 这个世界可以能够化解冲突 可以能够恢复安定和平 但真正的 这个 where followers of a particular faith can live together under the banner of a village.